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测评一个创意绘画类的玩具,就是Spin Art 这种游戏有挺多不同的品牌的,我买的这一套里面有一个转盘,四个颜料,一包金粉,还有一些画画用的纸张 这个转盘其实非常吸引学龄前的小朋友 孩子拿到手之后一直在转啊转转啊转的 其实这个游戏非常简单,就是把一些颜料放在中间,按住旁边的转轮,让中间的转盘一直在转,然后就出现非常有趣的图案 它的乐趣就是让孩子们体会到一种对未知的期盼,因为你不知道它会转出什么样的图案效果 同时让孩子们对颜色和形状有更加趣味的体会 但是我买的这一套工具里面,颜料太浓了,不是特别好甩开 但是孩子呢也是玩得非常开心,我们准备了牙签,让孩子随意的涂抹 也是做成了非常不错的作品 其实关于美术教育,我也是查阅了非常多的书籍 之前有一期节目是专门聊这个话题 如果对绘画教育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家长,可以看一下上面的链接 我还把宝宝的小石头放在了中间,但是石头稍微有一点沉,没有甩开 有一次我们非常幸运,甩出了一个形状,宝宝说特别像小狗 于是我们给他点上了鼻子和眼睛,小狗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 后来小狗在转盘上甩呀甩,甩呀甩,突然就变成了一只小狐狸 这样不期而遇的作品非常有意思 后来宝宝用蓝色和绿色混合做了一个作品 非常像一种孔雀石的宝石 最后撒上金粉就非常完美了 感谢观看 虽然这个品牌的颜料稍微有一些浓 但是宝宝用画笔和牙签 把颜料在转盘上转一转涂一涂 还是非常开心的 虽然这个游戏只是一个画画的道具 但是可以把这个游戏当中的转盘和洗衣机 放在一起叫宝宝 给他解释一下离心力和惯性 宝宝可以通过看到颜料的分散方向 其实和洗衣机甩干机的原理是相同的 希望他可以把这个小小的物理概念系在脑子里 看到其他的东西会思考一下 这个左手按压右手画画的动作 像不像我们小的时候玩的左手画圆右手画风的游戏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锻炼脑部的一个游戏 其实这套玩具对于颜料用的还是挺快的 差不多玩一次就都用光了 所以在最后的时候 宝宝用四种颜料齐上阵 我们做了一个非常colorful的作品 淘气的宝宝还把颜料涂在手上 画起了手印的作品 也是玩的不亦乐乎 虽然这个颜料用的很快 但是在网上可以买一些颜料的补充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可以看到下面的链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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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玩具虽然简单 但是是一个非常好的配瓦玩具 因为孩子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同时家长完全没有压力 还可以非常开心的和宝宝一起完成作品 好了 今天就是为大家测评的这个画画类的玩具 叫Spring Art 希望大家喜欢 第一只关 看见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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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